欢迎收看老总开讲 您还记得这个新闻吗 当时是有一封13岁少女写的信 打动了上千人的网友 甚至让舆论还差点翻盘了 这是一个国中女生 因为她很热爱马祖这块岛屿 她听到马祖要进行博弈公投了 因此她写了一封信 表达自己好心疼这块土地 不想要阻挫被拆这样的立场 而因为真情的笔触在脸书上 也让网友疯狂转贴 也渐渐让本来倾向博弈过关的舆论 当时看起来似乎有了不一样的气氛 我们先带您来回顾这条新闻 绑马尾人滚滚大眼睛 腼腆笑容 13岁少女黄文兰 因为热爱马祖这个岛屿 听到博弈公投 可能让天然美景变成人工度假饭店 写下一封信 强调马祖的未来不必读 其实马祖可以往两个方向 一个我们可以成为拉斯文加斯 然后我们也可以成为 像希腊那样的地中海 然后完全是由我们去决定 那假如我们努力一点 我们朝希腊那种方向走的话 我们努力也把自己观光 把我们的特色全部发展出来 那其实我们可能不见得 需要去走向赌场这样的路 新卸着土地上大自然留下的宝物 所以写下信 说自己妈妈是马祖人 虽然平常住在新北市 但每一次回马祖都觉得 这座岛简直是人间天堂 尤其浪花海风让它万分骄傲 但现在对岛的未来却充满恐惧 因为自己年纪小 没有投票权 看到博弈公司的设计图 说要把马祖打造成亚洲地中海 觉得很可笑 马祖就要被迫冠上独岛的恶民 难道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不心疼吗 真情的露的笔触 感动上千网友 也打动了马祖人 让舆论几乎翻盘 他觉得就是很有想法 然后他们也很感动 就是愿意 连国中生都愿意站出来帮助他们 但是也有批评啦 就是都有 就是但我也很谢谢他们 愿意就是不要把我当一个小孩看待 居使间还是透露出13岁的羞涩 父母不希望小小年纪的他 可能因为这封信卷入大人的游戏 不过一封信撼动人心 成了这场博弈公投当中最美丽的插曲 纯新闻张凯亮 陈曼威台北采访报道 好不过我们看到 尽管当时有这样的新闻出来 少女的用心感动很多人 但是最后这个公投还是过关了 马祖未来是可以来盖赌场的 稍后我们要带你来进一步讨论这个现象 先插播在画面上 你看到最新消息 林毅市在这个被借题之后 目前现身 我们来连线现场状况 现在主播各位观众 这个呢 刚刚林毅市的坐车呢 已经从这个特征组开出来 准备要返还这个台北看守所 那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 刚刚林毅市出来的时候呢 是一阵混乱 因为呢媒体促拥 打算要拍她的这个神情 不过可以看到呢 她神情非常非常地落寞 低着头 而且呢 完全不愿意表达任何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今天呢 结束了三个半小时的这个争讯呢 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要针对这个 6300万的所有的细节 请她吐食 因为如果她再不吐食的话 可能就要安排她的妻子彭爱佳 以及林毅市的母亲 沈若兰三个人当庭对职 那么呢 不过呢 只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不知道林毅市到底说出来了多少 但是稍早她的律师出面的时候呢 是表示一切都结束了 林毅市该说的 好像也都说了 不过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有关于这个检方搜出来的 7500万元 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林家所供出来的数字 这个部分呢 也是今天呢 厘清的一个重点 但是呢 林毅市说了多少呢 我们稍后呢 会有完整的报道 医生就想最近请 我们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 谢谢伴伴 稍后我们有最新状况 会随时带您来关心 而我们回到 刚刚您所看到 这个女孩 她当时这么努力 但是呢 这个马祖博弈公投 现在过关了 这个意思是说 马祖以后是有可能 会出现观光赌场 而这公投结果 我们带你来看 其实在马祖人当中呢 不同意的有1341票 同意的是1795票 所以同意的还是稍微 占多数了一点 也因此就过关了 好 那个总编你怎么看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我觉得这一次的公投 非常清楚 基本上将近三年前 澎湖那一次公投没有过 但是这一次你看马祖 其实我要说的是 马祖的条件 其实相对于澎湖也好 甚至金门也好 它的条件是更差的 所以在他们现在 所有一大半的马祖人 是自己觉得说 自从慢慢撤军之后 马祖真的是百业萧条 百业萧条到 你去的观光客人数 非常有限 无法供应他们自己的 一些生活基础的 一些经济活动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你再加上那个地方 它所有相关气候的问题 然后它的基礎 只有到二溪 也就是说所谓的 一般小飞机才能飞的 一个机场设施 所以它对外的交通 其实本身也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们本身希望改变 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考量 所以我们常常在外面的人说 看到那个地方 我们觉得赌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所以很多人要站出来要反赌 但是我常常说 马祖这一个问题 到底是马祖人自己该解决呢 他们自己决定 还是我们要表达 我们过多的一些意见 去影响或左右 他们的一些思考 我们不是生活在这块地方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当地住民本身的自觉 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好 现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是 多数人在马祖这边 是希望能够来盖赌场的 不过这个未来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马祖人究竟在地 新生又是如何 我们今天在线上 我们也请到了 连江县立委 陈雪生 陈立委 来我们来谈一下 目前在这个公投过关之后 马祖人的新生到底是如何 为什么就觉得说 一定是要盖赌场 才有办法来 这种地方发展吗 委员 是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马祖今天博弈公投的通过 中央真的要检讨了 你看从我以前干了八年的现场 我们都向中央说 我们的交通一定要改善 大家都听不下去 那现在好了 博弈公投通过了 通过以后 现在中央各部会 很像又在泼冷水 我觉得这不好的示范 既然民意已经通过 就是上位的民意 我觉得大家要给予尊重 至于博弈公投通过 是不是能够做得成 这个还有很多 还修法了等等 还有很多阶段要实施 但是在目前 我希望中央要重视到马祖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博弈公投的通过 最重要的是凸显了马祖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反对博弈公投的 我也回去投了票 我也投反对票 但是这个问题 中央真的应该要正视 还要站出来要正视这个问题 而且这一次你看看 这样的一个公投 当然会有破传的效应 我们也知道 会有破传的效应 我觉得将来何去何从 当然还有很多的因素 这个博弈公投通过 不表示博弈事业能够在马祖 能够做得起来 我希望大家正视马祖的问题 这几天也谢谢各位媒体 大家对马祖得到重视 能看到马祖的问题 这才是很重要的 委员您自己说 您自己在当初 您是投下了反对票 但是又希望说 大家能够来正视这个问题 马祖现在目前 这个公投通过之后 对马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接下来该要解决 该要正视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不过你想想看 我们已经叫了十几二十年 要个交通的问题 中央有解决嘛 到现在为止 光机场的规划 三级机场的规划 规划了五年 还没出交通部的大门现在 到行政院再到经建会 再去什么什么 环境影响评估 你看一下多少年呢 是不是再搞下去 马祖人认为明天没希望了 认为没有明天了 才会这样子做的 我都认为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这次的马祖 今天马祖人会搞到这个地步吗 我很痛心啊 你知道吗 我很痛心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是立法委员 我尊重多数的民意 说真的 我个人反对 但是我尊重多数的民意 他们今天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好不好 谢谢您 好了 委员的其实是在这个 如果可以机场盖一出来 或者是这整个硬体设施 其实都可以改变 会改变大家的看法 会改变大家的看法 当然当然当然 好委员谢谢 谢谢你告诉我们 这马祖人的一些心声 我们也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出来 其实马祖人的确 像刚刚委员讲的 光是一个机场 其实在那边 因为受到天后的关系 其实就一个月当中 好像差不多有10天当中 是起降都是有困难的 而且这个载客量 也是有限制的 而要推动马祖的观光 或者是来推动地方的发展 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 而现在如果说 真的有一个刺激的 一个点下去的话 对马祖人的生活 是不是真的就有改善了 所以现在马祖人真的 其实刚刚成委员 已经说得非常充分了 他过去当了八年的县长 但是他始终没有去考虑到这一点 而且他不断地向中央 提出一些希望跟想法 他刚刚说了 在一个现在的马祖的机场 是二溪的机场 提升到三溪是交通部 应该要做的一个基础设施 但是所有的规划 在那边躺了五年还是没有动 所以你觉得对马祖人来讲 情何以堪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条件下 马祖这次会 那么多人投下一个赞成票 其实我相信也是非常挣扎的 你看有几个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投票率非常低 只有40%左右 所以他投票率相对低 所以他当然某些程度是 所有的两边的一些 没有大力的去动员 好 这也是一个条件之一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些40%以当地住民为主的这些 他还是以大概454票的差距领先 而且通过了这一个法案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 当地他们这些居民 对于他们自己的发展的一个迫切性 因为不管怎么样 像有一些国际的大型的一些开发公司 他们承诺说 未来要投入600亿的经费 然后帮他们盖机场 然后如果这个赌场相关的核准之后 核准之后 它可以每一个月补助所有的住民 从18000到8万块钱 你看你可以看得到说 它相对的吸引力有多强 是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这后续相应 可是这现在并不代表说 公投过了就一定盖得成 当中还会有很多的变数 其实可以说是在三年之后 可以再重提公投案 如果有人反对的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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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到时候如果翻盘的话 一切又是一场空 对 这里面还牵涉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所谓的博弈法 基本上还没有送到行政院 其实这个公投过了之后 那个交通部其实已经立了博弈法 他做了草案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其实还没有把这个法 送到立法院 也就是还没有出行政院这个大门 所以我估计行政院 对这个法令的保留态度 是非常清楚而强烈的 当然我们全部人也都知道 对于通过这么一个法 你对于整个后世指数 你要怎么样去负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对于行政院这些人来讲 我相信所有做行政院长的 都希望这个法 不要在我任内通过 所以当然可以放就放 所以他又没有急迫性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 一个地区的所有公民 用他的公投方式表达他态度之后 你政府势必要加快角度 去做相关的配套措施 当然这个配套措施过了之后 其实同步他们那些 国际的大型赌场开发公司 他同时要提出相关的法案 所以很多人在估算 所以这个到真正赌场建设完成 最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 好我们看到其实像刚刚 这个陈委员也讲述 他其实自己是投下反对票的 但是为什么其实他还是会 举着说大部分的马祖人 还是要有这样的赌场存在 而且希望政府能够见识到 为什么很多马祖人 可能在投这个票下去的时候 心中也是充满无奈的 而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契机 如果说未来真的是有一个全台 第一座职业赌场传出的话 好像当年前几年的澎湖一样 现在马祖这个消息出来 其实很多的职业赌客算牌客 现在已经是磨刀霍霍 准备要来台湾 很捞一笔 靠着数学运算赌桌上面算牌赢钱 一个晚上求小字 变身成为百万小富翁 马祖渴望成立全台湾第一座赌场 让许多职业赌客 早就磨刀霍霍 要来大显身手 狠捞一笔 就是因为新开幕的赌场经验不足 万一又任用菜鸟合观 容易被抓到漏洞 台湾赌后唐红安二提面命 那其实这个牌要拿得很平 那有的时候低的 如果训练不够厉害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角度 所以光是这样微微的 一个上起的角度 就足以让一些算牌客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赌场超级致密上 就是核观发牌时 角度只要稍稍偏高 坐在对面的职业算牌客 身体往下压 眼睛一秒 就能够看到底牌 都不是问题 就连很有经验的新加坡赌场 也曾经犯过这种毛病 再来还有这一个 核观洗牌的时候 如果洗得不够干净 算牌就像是 加减乘除一样简单 简直就是把钱 直接送到赌客手里 更重要的是 很多核观拿牌的时候 忘记把第一张牌盖起来 光靠露出的这张牌 很多职业赌客算牌客 一个晚上就能够赚进 十万美金以上 光是这样的一个漏洞 可能让他们损失 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如果说 政府单位有需要我 提供签件的话 我当然是非常愿意 台湾赌客将赌场 可能犯的错误大公开 就是希望马祖赌场 能够一战成名 把钱留下 别被外来赌客给引走 还要提升专业 跟临近的澳门 新加坡一较高下 这是理事件 朱涵宇台北采访报道 好 是否真的能跟 临近的澳门 跟新加坡一较高下 我们看到很多人 现在是好像蓄势待发 总比你自己怎么看 马祖有可能会成为 下个澳门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 所有的条件还非常遥远 我们刚刚说第一个 我们主观意愿表达说 OK 我们可以想要有一个赌场 但是客观条件 真的是非常严酷 第一个就是机场的问题 其实后续这些 国际赌场公司 他们愿意 再投入100亿左右 让整个马祖的机场 从3C变到4C 即使是这样子 我都还在怀疑说 他一年到底有没有 如他们所估算到400万人 到450万人 可以吸引到 可是会到底吸引到 是什么样的观光客 对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他们所有的计划 都放在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想要在马祖 其实一大半就是 吸引大陆人来赌 其实中国人真是赌心坚强 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说 你现在马祖 所有的客观条件 到底能不能去吸纳 那么多的观光客 你的水充不充分 你的电力设施 到底有不OK 如果不行的话 你如果从台湾本岛过去 那基本上成本太高 那你如果真的要 从大陆引水过来 这又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两岸问题 你后续的延伸问题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所有的东西 才刚启动第一步 我现在意愿表达了 接下去还有很多 客观的条件 要一项一项的被克服 好 所以水 电 机场 甚至油的部分 是不是硬体的设施 都能够建好 是不是也借着这个机会 然后让马祖 可以真的带动地方发展 您用怎么看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